每逢过年过节 台中市议长林士昌总会发起关怀弱势捐赠物资的活动 今年与龙井的三角志工队合作 端午节的这天 在龙井大渡以及乌日三区 四个地点特别发放爱心众与礼券 给400户的低售入户 要让弱势家庭也能好好享受这温馨的时刻 议长林士昌亲自送上爱心众和礼券 希望让弱势家庭也能开心过端午 每逢过年过节 台中市议长林士昌总会发起关怀弱势捐赠物资的活动 端午节的这天特别发放爱心众和礼券 每一年只要三岁 我对弱势的家庭和低售入户 我是从前立与父 集合各单位来给他们关心 来帮助他们各个快乐的端午节 实际对你也要抛砖引力 让一些比较有钱的人 来到政治人的生活 有需要关心 看我的活动出来的感觉 大家来最选择 今天活动议长特别委托龙井三角志工队 协助制作爱心众 还结合当地的社福团体 在龙井大渡及乌日山区 四个地点同时发放 除了粽子 议长也加码发送生鲜超市礼券 让民众可以买自己最需要的物品 因为一定有爱心 所以每一年的端午节和中午节 他都会送一些小红包 还有送当天的粽子 他一定对我们这里都不错 都很关心 小小一带粽子以及红包 代表议长满满的心意 也希望透过活动能够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善心人士 一同关怀弱势 让社会处处充满温暖 记者杨初环台中采访报导